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7月8号 前天下午,习近平来到了南京,视察了东部战区司令部 此前,他在苏州逗留了一天多 按照以往的惯例,夏天,他习近平应该先往东北或者西北地区进行视察 然而,这个夏天,他却来到了江南,来到了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市 确实有些非同寻常 我们知道,东部战区的司令部就设在南京市 下辖部队分布在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个省市 东部战区在共军的五大战区当中实力排名第一 他的主要作战方向就是台湾 他曾经参与过多次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新华社的报道说 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司令部的时候强调 努力开创战区建设和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还说 要坚持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显然,习近平到东部战区进行视察 就是在进行战备动员 目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重大改变 而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 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根源 也就是中美在台湾事务上的根本对立 中共当局不会放弃吞并台湾的企图 也不会放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而美国绝对不会接受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更不会接受中共武力吞并台湾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已经急剧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目前也正处在一个最敏感的一段时间 明年一月台湾将举行大选 现在选战已经进入胶着状态 各方的攻防异常激烈 其中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侯友宜 他的支持度已经跌破两成 远远低于民进党的赖清德和民众党的柯文哲 已经近乎被边缘化 事到如今 国民党似乎已经无法推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选了 虽然说台湾的大选还没有进入最后关头 但是国民党已经露出了败向 台湾目前的情况是 执政的民进党完全不承认所谓的久而共识 而承认久而共识的国民党却难以执政 可以想象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 而民众党又逐渐的崛起 国民党在台湾将会彻底走向消亡 久而共识也将被台湾彻底抛弃 习近平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兵不写任拿下台湾 而台湾的政局会让他再次失望乃至绝望 显而易见 在中美关系正处在极为紧张的情况下 在台湾总统大选正处在胶着的状态下 习近平公开的视察东部战区 无疑是在对台湾进行军事恫吓 同时也是在向美国进行示威 就在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的当天 新华社发表文章 题目是怎么看怎么办 新华社五论中美关系 文章写道 14亿多中国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决心 和坚定步伐 无人可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文章还说 中华民族是不信邪 不怕邪的民族 是愈挫愈勇 愈是艰难 愈向前的民族 只要我们对中共的黑话有基本的了解 就会知道 这是习近平当局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警告 做出的表态和回应 习近平当局所谓的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 就是吞命台湾 在习近平当局的想象中 美国应该向中共当局做出妥协和让步 而他们是绝对不会做出妥协和让步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 中国进口芯片花费的外汇 已经大大超过进口能源的花费 芯片已经超过石油天然气和粮食 成为最重要的进口的战略物资 无论是高科技产业 还是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都离不开高端芯片 此前 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加大了对高端芯片的制造和出口的限制 这无疑是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中共当局所采取的战略性防范措施 这些措施 势必会对中共的高端芯片制造 以及高科技产业 特别是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生产制造 产生重大影响 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在强化去风险战略 将重要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 以防万亿 西方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公开的 把中共国视为了危险所在 他们明显的在为中美关系的全面恶化 乃至战争的爆发做准备 为了反击美国等西方国家 所采取的种种限制措施 习近平当局近日决定 从8月开始 对生产芯片的关键原料 加合者实施出口管制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的统计 全世界在加合者的供应上 中国几乎占有垄断地位 显然 中共当局试图以此为筹码 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 在芯片制造和出口方面做出让步 中国如果停止这两种 关键金属原料的出口 势必会对世界芯片制造业 造成严重冲击 不过这样做的后果 不仅西方国家会受到伤害 中国自己也将受到伤害 因为中国是世界芯片产业 最大的用户 只是从中共当局这个反应 可以知道 西方国家对芯片制造技术的控制 对芯片的出口的控制 显然打中了中共当局的要害 中共国在短时间内 是根本无法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的 而芯片制造和进口 对中共国来说 又绝对不能放弃 习近平当局显然是治灾必得 只是中共当局采取的这个反制措施 恰恰向外界证明 对中共国产品的依赖 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证明了西方去风险的必要性 事实上 去风险已经成为了 主导西方世界对华关系的最新共识 中共为此可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比对中导致西方国家构建新的供应链 以及从技术上寻找新的替代产品 完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需要巨大的开支 中共当局限制关键半导体材料的出口 这个措施的效果究竟如何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但是有一点可以知道 那就是习近平当局的基本战略方针 显然已经确定了 他们将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 也就是采取对抗的战略方针 而这种对抗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 而是全方位的 从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 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 限制稀有金属的出口 不过是在对抗战略方针指导下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我们既要关注习近平当局的对抗行动 更要关注习近平当局的战略方针 在这个战略方针的指引下 习近平当局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善 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冲突来出现 另外自从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遭到挫败以来 总是有人幻想习近平会积蓄普京 发动乌克兰战争的教训 会改行更张 放弃吞并台湾的野心 甚至无视事实 一厢情愿的认为 习近平会疏远和普京的关系 会疏远和俄国的关系 事实上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中共当局和俄国的关系 不仅没有疏远相反 而一直在强化 特别是双方一直在强化 他们的军事交流 双方的合作军事演习 海军和空军的联合巡航 从没有中断 双方刚从的交往更加密切 在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一周年之际 习近平还访问了莫斯科 习近平一直在联合俄国对抗美国 近来俄国有多位政要访问了中国 就在几天前 俄国海军司令访问了北京 俄国海军的两艘护卫舰 穿过台湾海峡 来到上海进行访问 显而易见 俄国也在用行动 支持习近平当局 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可以想见 习近平的国际战略决定了 在台海战争爆发之前 习近平无论如何都会维持和俄国的准同盟关系 毕竟俄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帮助中共牵制和对抗美国的重要力量 可以看到习近平当局今后将和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顽固的对抗下去 至于后果如何 他习近平根本就不会去考虑 因为他习近平不可能放弃吞命台湾的野心 不可能向美国做出让步 习近平这次视察东部战区 就是要在军事领域和美国进行对抗的一个象征性行动 这个行动一方面是对外向美国进行示威 另一方面是对内向民众展示决心 为发动台海战争营造舆论 习近平当局不会不知道 美国在科技领域在军事实力上大幅领先于中共国 但是习近平当局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他们的战略方针 就像新华社的评论所说的 不信邪不怕邪 欲是艰险欲向前 习近平当局对中共的极权制度有着特殊的迷信 这也是习近平当局采取对抗战略方针的基础所在 毕竟中共当局控制着十几亿人质 控制着天量的资源和财富 这是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政府都无法比拟的 新华社的评论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告 习近平当局吞命台湾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因为在习近平当局那里吞命台湾则是民族复兴的重要部分和重要标志 习近平的固执和愚蠢决定了他会一条道走到黑 作为独裁者没有人能够改变习近平的决定 在全面对抗这个战略方针的指导下 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和战争绝对无法避免 这里向各位朋友介绍卓著毛泽东三十六计 本书分析了毛泽东如何成就他一生的功名 结合了中国传统的谋略典籍三十六计 将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些计谋做出阐释 或许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位阴谋大师 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 购买本书的电子版 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会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 请朋友们前来浏览 最后请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 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